大家好 我是挑年 长沿道跟着四川吃火锅 跟着新疆拉条子 跟着山东花样大馒头 今天我们用400克中筋面 加上30克糖 加上5克酵母 冬天的酵母是多一点点 加上200克水 今天台中的温度是16度 晚上是12度 真的非常冷 所以用温水来和面 这样发酵就比较快 做花样馒头面团不用二次发酵 用面十分钟 今天要做两种颜色 用火龙果和一块小小的面团 做小蘑菇需要两种颜色比较漂亮 松弛了十分钟的面团 非常的柔软光滑 天气凉 这个面团很容易变硬 快一点揉成长条 切上一刀 滚圆 和火龙果的面团 一样粗细就好 切的大小跟面剂子差不多 这个面团根据你自己的需要可大可小 注意的地方就是 这两块颜色的面团要一样大 按压一下要盖上布防风干 这一块是紫薯的面团 上次做馒头一剩 搓成长条 用掐的面剂子 这样容易滚圆 是包在小香菇的里面 滚圆一下 擀这个饼里外都一样厚 这两个面团 一定要擀的一样大 用喝水的吸管 把菜饭面团搓上小洞 这个吸管尽量不用太大的吸管 如果搓的洞太大 小香菇做起来的洞不漂亮 两块搓到一起 用擀面杖压一下 粘合在一起 旁边擀的薄一点 这里就像擀饺子皮差不多了 紫薯的面团 就是小香菇的内馅 像包包子一样包起来 这个小指越小越好 这样做起来它比较逼真 更像真正的香菇的外壳 用小指数捅一下 就是一个小香菇 这样就完成 这次做的小香菇很简单 小朋友们最愿意做 过年了可以带领 家里的小朋友们一起做 同家亲自的关心 这个小香菇的内馅 最后是包豆沙的 因为今天没有做豆沙的 刚好有送紫薯的 所以就用紫薯的来做 大家看到这里是不是很简单 要过年了 做点彩色的馒头 让小朋友开心一下 看个儿都做好 再用白色的面团 搓上细细的长条 透细就像我们的小指头差不多 剪成两公分多一点的长度 底端捏的细一点 然后沾上一点水 沾上 用吸管把周围固定一下 这就是一个小香菇做好了 做这个小香菇的馒头应该难度不大 都装上之后就可以反过来了 挺漂亮的吧 天笼直接装蒸笼发酵 搓下来的小洞这一些 刚好比小金鱼做一个眼 送的白色的面团 就做成小面鱼 浪费是极大的犯罪 一斤简单 我们也不会浪费 直接装蒸笼发酵 发酵期间 看看20万今天在干什么 前天有人留言说想20万了 儿会冒个泡了 今天家里的温度才16度 发酵20多分钟 可以蒸了 发酵馒头都是水开才上锅蒸 一共蒸了8分钟 就可以关火了 蒸的时间太长 火龙果的颜色会去 用铝10分钟 打开就要小缝散热 这就是火龙果的颜色 很漂亮很漂亮的 看 送块白色的面图 上的是小点也很漂亮 嗯 小鱼的眼睛 蛮好看的 这个馒头就是滴水的 大家要分开滴水和塌陷的区别 滴水一看就有一个小洞一个小洞 但里面是很蓬松的 如果排气没干净 里面就是塌陷的 这个很蓬松 看看小蘑菇 小蘑菇真的很逼真 里面是紫薯的 紫薯的面团就是用紫薯和中筋面粉合制而成 用紫薯的面团吃起来没有白面团 轻感 看这块剩余的面团 我就把用鱼果搓下来的那些面团肥便粘上 粘上就是这样漂亮 关于面团你随便自己可以发挥 连续做了几天的喜庆馒头 大家不要光看不练 用手试试看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咯